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100个句子 记完7000个雅思单词的视频课程 我是主讲人孟凡飞孟老师 今天呢已经到了第46讲了 那么今天的讲解呢 还是会围绕着真题句子展示 核心单词讲解 词汇拓展句子结构和小节复习 这五个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要讲解的句子是哪一句呢 好我们先来朗读一下这句话 好那么这句话中有哪些单词 我们需要掌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能通过这句话的 表达的意思呢 来看出来 这不是一个雅思阅读的句子 来自于雅思听力 We have also negotiated negotiate动词 叫做商讨 商讨 A range of 许多的意思 许多这个作为前置定语 修饰可数名词 而且后面更一定是 可数名词的复述形式 benefits 益处好处 就是优惠 对于谁呢 对于这些stuff 这些员工 商讨出一些对员工的优惠 例如什么呢 discount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 discount 叫做折扣 名词 动词 动词就是打折 名词就是折扣 discounted private 叫做私人的 私有的 形容词 私人的 私有的 healthy care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医疗的意思 一个私人的医疗 是打了折的 私人的一个医疗 医保 and a car purchase scheme 一个汽车 purchase 名词 什么意思呢 它就等于 to buy 购买的意思 scheme 这个名词也很常见 叫做计划 购买自家车的计划 along with along with 是a along with b 其实就是并列结构 不但有前面这些a 还有后面这个b 还伴随着number of a number of 其实替换的 就是这个arrange of a number of one of deals 这个是什么呢 一次性的意思 one of 一次性的 deal呢 是交易 什么叫一次性的交易呢 就是这种 比如说像coupon voucher 这种优惠券 可以去消费 可以消费一次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with hotels 去免费的住店啊 或者amusement park amusement叫做娱乐 娱乐公园 这是什么呢 就是游乐场的意思 amusement parks 游乐场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词汇 有哪些拓展 negotiate 商讨商榷 它在我们考中 可以替换的 就是discuss 这就是商讨的意思 那么bargain 特质是什么呢 诶 讨价还价 叫做bargain stop bargaining with me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作为名词bargain的意思呢 叫做便宜实惠的东西 it's a good bargain it's a good bargain 叫做一个好的 性价比高的商品 it's a good bargain 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东西 性价比高 不是性价比啊 注意性价比 可不能说什么性是sex啊 价是price 然后比ratio不对啊 性价比高 叫good bargain 或者good value good value good bargain 表示性价比高 好 one of 这是一次性的 那么可以替换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unique 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private 形容词 叫做私人的 个人的 那么名词叫privacy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隐私 it's our privacy 那么privilege privilege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叫做特权 它其实可以听完那个pleasure it's my pleasure 这是我的荣幸 你也可以说 it's my privilege 这是我的特权 那这个特权呢 pri表示个人的 所拥有的 vi呢 其实是生命的意思 leg lag呢 不是腿 其实是法律 也就是说 个人所拥有的一个 活生生的法律 这就叫做特权 privilege 好 scheme 叫做计划 一个计划 我们考试中出现过 这个考点啊 叫做pilot scheme pilot scheme 大家第一眼看到pilot 眼熟吗 啥意思啊 是不是飞行员的意思 对吗 但是这篇文章里边说的 这个pilot scheme 指的都是那些 三岁以前的儿童 那就很奇怪了 你说不到三岁 就拉去当飞行员 说不通啊 所以这个pilot 理解错了 它作为形容词 熟词批译啊 pilot的意思 叫做实验试点 一个实验计划 试点计划 叫做pilot scheme pilot scheme music amusement amuse 这个动词 叫做娱乐 叫做娱乐 quite amusing 很好玩 很喜欢 看着就让人很开心 amusing amusing 有娱乐性的 不是amazing amusing muse 她是什么呢 她是希腊神话里边 众神之王 muse的女儿 叫做muse muse女神呢 负责掌管人间的艺术 政治 哲学 天文 地理啊 都是由muse所掌管的 所以 有muse的一个场馆 叫做musem musem叫做博物馆 那么muse女神的 muse女神的 就是music 音乐的意思 所以 amusement 娱乐 amusement park 这叫做游乐场 给你带来快乐的地方 好 下一个 deal with deal 这是一次交易 它也可以作为动词 叫做处理某事 那么处理某事的时候 它一般会跟的借词搭配呢 就是with deal with 处理某事 那可以替换的就是hundle something 或者是manage manage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管理 其实manage作为动词 它的本意呢 就是想方设法 去做成 去达成某事 就叫做manage 那么名词呢 就是management 管理学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句话 它的主干成分是怎样的 我们分析下这个句型 we have also negotiated a range of benefits for stuffs 这句话其实到这 主干成分就完事了 we negotiate benefits 这就是主干了 我们商讨了 这些利益 给什么利益呢 例如blahblahblah 给谁的利益啊 full staff 什么利益 许多利益 为员工争取的利益 什么呢 比如说 such as 举例说明了 discounted private health care 这是一个利益 然后第二个利益呢 a car purchase scheme 另外一个利益 还有什么利益啊 还有许多什么 one of deals的利益 这是c利益啊 那跟谁呢 跟hotels和amusement parks 跟他们商讨的这个利益 好 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呢 因为是听力嘛 听力这个语法结构 并不很复杂 我们再翻译次 他说的是什么 我们也为员工去商讨 去争取到的一系列的 这种优惠的福利利益 就是可以翻译成福利的意思 福利 例如享受什么 带有折扣的私人的医疗 然后呢 一个汽车购买的计划 还有许多的这些 宾馆呢 游乐场的这种one of deals 这种一次性消费的 这种优惠的活动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句话中 学到的词汇 有哪些 我们再复习一下 第一个private 叫做私人的私有的 名词privacy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隐私 privilege 我们个人有的一个权利 这叫做特权 arrange of 等于a number of 其实就是许多的意思 还有什么plenty of host of 前面我们其实也都学过 很常见 scheme 叫做计划 那么pilot scheme呢 表示的是一个实验计划 试点计划 amuse 叫做娱乐 it's quite amusing 这个很让人 欣喜娱乐 很好玩 amusement amusement 意思是 诶 娱乐 名词 amusement park 这就是游乐场 deal with 处理某事 等于handle something 处理某事 或是manage manage 想方设法达成某事 one of 这是一次性的意思 一次性的 unique 就是独特的 就是也是一次的 独一无二的 negotiate等于bargain 等于discuss 这些呢 都是去商讨商榷 去争取一个东西 那么discount this呢 是分开 分开算 分开算 这就是打折折扣 然后也可以作为don't discount 好 那么purchase 注意这个中音为 purchase 购买 就等于to buy 购买 这是比较书面用语 不要用在口语中 上次我跟老外说话 说到这个purchase 老外会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说purchase just use to buy 口语不要用这种 这种书面用语 healthy care 指的是 医疗 医疗 healthy care along with along with A along with B 其实就是病例结构 伴随着 同时发生的事情 manage 叫想方设法 达成某事 好 今天学的单词 听力词汇并不难 但是我们要掌握 它的正确拼写 回去之后 不要忘了复习 你要朗读 你要动笔拼写哦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